哈囉 大家好 我是翔翔翔 那今天來這邊主要是要教 直到世界的盡頭的前奏 因為網路上有很多人問我說這首歌的 到底細節內容到底怎麼談啊 可能只看譜沒有辦法了解 那我就是盡量把細節都講清楚這樣子 然後從頭到尾談一遍 那我必須要話先說在前 就是我不會就太基本的姿勢或動作開始解釋 所以如果說有一些基礎 就像推旋 垂口旋或譜的節奏記號 你看不懂的 那我會建議你先詢問一下你的吉他老師這樣子 OK 好 那我們就開始喔 所以我這首歌一開始呢 是從Power Code開始 OK 然後接下來 這是兩個手節 然後接下來第七格 全部都是門音 好 來 第五旋第五格 D 然後以此類推然後到F5 第六旋的第一格 OK 好 然後就是右手的Palmute 右手的手掌門音 到這邊為止應該都還蠻好理解的 那但是你可以看到這邊的第八個小節 第八個小節的第四排 我稍微把它整理出來 就是這個藍色的這個部分 一般來說 其實這首歌是好幾把吉他一起彈的 但是如果說 你是自己一個人彈的話 你這邊就要進solo了 對 就是現在G的這個小節 可能另外一把節奏的吉他 可能會是直接把八個beat彈滿 OK 但是如果說你自己一個人彈的話 你的第四拍的後半拍你就要開始進 像這樣子 如果說你甚至有點敢的話 也許你可以把它改成像這樣子 好 就是乾脆你的第四拍完整不彈了 也許你會比較來得及 OK 好 那先回覆到原本的樣子 然後 第十二這個地方 好 就是這個地方 有一個往上的斜線 我現在講了一下 就是上面的 上面的這個 M的記號 主要是下撥 Picking的下撥 然後 勾的記號是往上勾 那 底下的數字呢 就是指 左手的運指 像 1的話是食指 2的話是中指 3是無名指 跟小指 如果說有兩個手指頭的話 你會看到像跑口上面 像比如說像這個 我是用獅子跟小指來按的 當然這個只是建議 Picking的下撥 也只是建議 但是我會習慣的在 譜上面 盡量的寫清楚 對 那我在練習的時候 可能就比較不會有任何疑慮 其實再簡單的地方 我還是會盡量把 Picking的下撥 跟 左手的運指都盡量寫清楚 OK 好 那跟著拍子彈音色的話 試看看 好 就是這個部分 1 2 3 4 1 2 3 4 1 2 4 1 3 4 1 3 4 2 4 2 4 OK 類似像這樣子 非常簡單 OK 前面就是考驗你基礎工的 能力 OK 然後我們現在往到下一個小節 OK 然後這是正式進入主要的Solo OK 一開始你可以看到 第一個音 好 我是用無名指 然後推第一旋的第15格 推一個全音 OK 當然 推旋一個要點 順道講的就是不要 通常有些人推旋推太快 所以變成 OK OK 像自己這樣這麼快的歌 你還是有一點點推旋的幅度 對 你稍微放慢一點的話 這個推旋幅度會比較容易讓人家聽到 OK 這題外話 然後接下來從前面的那個小節 這邊要可能運指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前面那個小節 比如說你回到上面的話 你這兩個 十指中指 這樣沒錯 那通常到第15格的時候 下一個小節第15格的時候 很多人會習慣直接十指 就小指就直接下去了 但是 痾 這樣可能會有點問題 因為接下來你是要做推音 所以如果說你這邊用小指做推音的話 其實也不是不行 但只是痾 比較不像是吉他手的習慣 所以痾 我會建議這邊十指中指完以後 手都 結束以後盡量盡可能用無名指去按第一選第15格 對 因為你這個 一彈以後馬上就要開始推音了 所以像這樣子 喔 不好意思 好 當然Picking的話是下上下 可能速度才會比較來得及 OK嗎? 再試一次 慢一點點 所以 然後無名指盡量伸過去 然後佔音 OK嗎? 那這邊可能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痾 你有看到其實這首歌 痾 緣曲音樂的話你可能要戴耳機聽 可能會比較辛苦 因為當時我在抓的時候會覺得 他眼音怎麼可能這麼長 這樣子 那實際上他 你如果戴耳機仔細聽的話 其實他在第二個小節的時候 的第一拍還有第二拍反拍的時候 其實有Picking 那 但Picking的那個Attack的聲音 不是很明顯 但是可以有效的增加眼音 所以 如果說我按照原本的節拍彈 好像這個 鼓的節拍是104 那 我從 前一個小節那邊彈過來 好 類似像這樣子 但如果說你的吉他的 呃 吉他的演音夠長的話 你當然你也可以選擇藍色這一塊 你不Picking 你就直接佔音佔音佔音 一直走下去 但我覺得應該是 蠻少會有機會 你可以演到第11小節的 所以這段彈起來是像這樣子 OK 好 附帶一體的就是 如果說 呃 你的 第一弦 或是你在做長一點拍子的佔音的時候 你會發現有雜音像這種聲音 OK 那你可以試著 用你的拇指 把第二弦 我現在是在佔第一弦的音符 那第二弦的音符 你可以稍微用拇指把它靠住 那 它可以盡量避免的減少 因為佔音產生的雜音像這樣子 好 如果我把右手拇指放開的時候 你會聽到這個聲音 有的人覺得這個聲音是好聽的 但是 我在彈這首歌 都覺得它是不好聽的 所以我會把它消音掉 OK嗎 OK 喔 拇指太長了 類似上這樣子 OK 然後接下來是這一段 呃 你可以看到 它 我這邊也是一樣用無名指 在第二弦第15個的地方 這是C大調 然後推一個拳音 然後要回來 OK 然後記得 你可以看到我上面只有寫一個picking 所以它是picking 總共有三個動作 picking在第一聲以後 推上去 第二個回來 然後接下來勾出 第二弦的第三個音符 用勾音 所以你的宗旨 如果你有幫忙 推旋 呃 力氣一起往上推的話 回來的時候 記得要把它升起來 不然你會擋到 食指按的這個 第13個的音符 所以它自己總共是三個動作 picking 然後推上去一個拳音 然後回來 然後勾音 所以picking就三個音 再做一次 OK嗎 OK 然後接下來 一個負點拍 OK 那也是一樣 就是在推旋到全音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我這邊推旋 其實都不會推的很快 就是盡可能的 讓大家聽得出來就是推旋 對 OK 我再彈一次 OK嗎 所以我跟著節拍才一次 好 前面有空兩拍 1 2 再說一次 1 2 OK 好 接下來是第四拍 呃 這個地方有一個 好 現在藍色這個部分 它實際上是滑到高把位的 呃 一般人家可能會叫拉子型 但無所謂啦 只要知道它是什麼就好了 好 跟這個一樣音一樣 OK 只要前面有一個滑音的一樣 好 終點是第17格 有個斜線嗎 連到第17格 藍色方塊裡面的第一個音 我這邊是用實質滑音 我這邊是用實質滑音 長距離的滑音 記得眼睛看著終點 OK嗎 第17格 實質 五名指 實質 回來 OK 那我這邊picking 我是習慣下上上 但是 我覺得還好就是可能 這段picking的下上 可能不會是太大的重點 OK好 然後往下一個小節 好 這邊可能是第一個很多容易看不懂的地方 然後再看看彈後面的部分以後 然後第一旋第二十格推音 也是一樣推全音 OK 那 這邊比較 奇妙的地方是 呃 你推上去了以後啊 然後接下來 你可以看到下一格的音符 呃 這個地方 這邊有一個第二十二格 就 推上去以後 然後 踢的意思呢 就是從第二十二格的地方 做點旋的動作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 二十二格上面有個箭頭 對 所以它實際上是 喔 你前面的那個音 前面 喔 第十三小節 然後第二十格的那個推音 推上去以後 然後 不要放下來 不要放下來 就讓它呈現像這樣子 推全音的狀態下 然後用十指 啊不好意思 我是習慣用中指 就是中指直接點第二十格 第二十 二格 不好意思 然後往上推了以後 我再做一次 我懂你嗎 再做一次 然後 一起 掉下來 喔當然因為我現在 就是聽得太久 它可能眼音都沒有 它真正做起來 似乎大概是像這樣子 再做一次 OK 所以你可能推上去的時候 你要有一點空閒時間 欸 右手要過來 然後記得當然效應 還是不要跑掉 OK齁像這樣子 然後回來到原點的時候 再做一個勾音的動作 好其實基本上這邊就是 推弦再加點弦的 綜合體 OK嗎 當然你可以看到這個地方 好藍蝦藍色方格 這地方 我上次寫也是一樣 也是一樣是戰音 那 呃 這個地方主要一其實 還是為了補你情上的嚴音 就是你嚴音不夠長 但是如果你是Gibson 雷斯波還是什麼東西 你可以一直嚴音的話 無所謂 那你也可以不用去補這些picking 但是原曲的話 你戴耳機 只需聽的話 他在這些牌子上面都有picking OK 所以我現在要彈 藍色這個部分的端動 那個第二個小節 第18個 這個我先不要彈 OK來 好 OK 那現在是第 好 我先彈藍色這個部分 OK 第20個推上去 OK 那我 跟著節奏彈 1 2 3 1 1 2 3 OK 好 大致上應該是沒有問題的齁 就推選 然後再加右手點選的運用 好 那 接下來 這一段應該是我覺得 可能是我覺得整首歌最難的地方 也不能說整首歌 就是 嗯 應該算前奏這個部分最難的地方 因為他這個 很多人都在這一邊的時候看不懂 因為我也是被問的恩詞這樣子 OK 然後你可以看到他的第14小節最後一個音 就是我現在藍色方格 圈起來的第一個音 他是第一選第18格 晚上推 全音 OK 然後但是你會看到馬上又是一個 第二選第18格 掉下來的聲音 所以第一個音 推上去 第二個音 第二選第18格 掉下來 然後接下來第16格 Picking 所以是三個音 當然分開彈是這樣這樣子 但是要怎麼可能把它不尖斷的尖起來呢 簡單的說就是 你五米子在推選的時候 你的宗旨 也要輕輕按著第18格 就一樣 就第18格 然後一起往上推 簡單的說 我彈一次 但是 你要記得你右手的消音 這真的 這有點細節有點麻煩 就你右手的消音 可能要消到第二選 然後推上去的時候 只有Picking第一選 然後下來的時候 Picking第二選 上去第一選 下去第二選 那懂得意思嗎 我記得那個 畢子的收門效果也蠻喜歡這個技巧 OK 好類似像這樣子 我再做一次第一弦 然後兩根弦一起推上去 但是上去的時候 Picking第一弦 下來的時候 Picking第二選 你就可以聽得到兩個音不同 第一個音上去 然後第二個音掉下來 OK 然後接下來就順勢 Picking第16格 所以連在一起的話 是像這樣子 OK嗎 那第二個 拍子 意思其實是一樣的 這是第二選 第18格 往上推 第三選 第17格 直接 掉下來 像這樣子 也是一樣 兩根收手一起往上推 好 第二選上去 第三選下來 再一次 OK 類似像這樣子 有點噁心 類似像這種 有點噁心跟奇妙的聲音 OK 然後我再彈一次 然後 好 第二選第16格 慢一點點 一起完整的彈一次 就是 我現在要把藍色的部分 合起來 這個段落 OK OK嗎 這一次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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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跟著節奏彈一次 好 我從 第20 開頭這邊開始啊 出誰 再彈一次 OK嗎 好 到這邊 結束以後 應該就沒什麼問題了 在下一個 呃 就是最後面 好彈完這一段 前奏就結束了 欸 這是一個雙音的滑音 對 但是它並沒有太大的困難難度啦 但是其實我覺得 如果說你聽錄音的話 你 我覺得這一段應該也是 不同的吉他 突然剪進去的 所以 呃你前面那個音做完以後 然後 你要趕快 你要趕快 來第一把位 如果說你打算一個人 把它 一口氣彈完 就像我在影片裡面 彈的那樣子的方式的話 我會建議 對你趕快 請一個推音收快一點 然後馬上掉到這邊 OK 然後 呃 我這邊是用無名指 對 因為你如果過來的話 你可能 我在影片裡面 你可能會看到我是用十字的 但其實我 我最終後來想一想 我可能會 比較喜歡用無名指 就是用無名指的滑音 從第一弦 一口氣按著第一弦 呃 跟第二弦第三個 滑音到第十五個 好 然後接十字 再彈一次 然後兩個門音 我 我 我現在這個譜上面 是門音是寫在第三弦 跟第四弦 但是你只要發出 這個聲音 無論你是一二弦 二三弦 三四弦 無所謂 只要沒有音高的這個門音就可以了 他不是拋 沒有聽 他是沒有音高的 OK 類似像這樣子 OK 然後接下來 在第三弦 跟第四弦的第五格 跟第七格 做一樣的事情 所以這邊 這邊 好 中間加兩個門音 然後接下來第四拍 好 再做一次 Powercore 切一個 呃 第五弦 呃 不好意思 第六弦第五格的F5 一個Powercore OK 大概完整是像這樣子 然後我跟著譜彈一次 呃不是跟著譜 就是我就是整個跟著 跟著 節奏彈一次 那如果說你有些譜 不太記得的話 呃 可以往前放一下影片 看一下譜 部分的譜 OK 從Powercore開始 2 &3 &4 & 請問我 是 我真的不知道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OK 有点出责 因为我很久没谈了 好 整体来说大概就是这样子啊 我先把它关掉 那我应该会继续往下PO剩下的东西 那如果有什么建议跟问题的话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说 那如果说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你可以按一个订阅 然后记得按下通知 那你就可以随时收到我新影片的通知 谢谢啦 小阿克 小阿克